今天是2024年10月15日 版主評論何太的時候 經常都會強調一件事 除了叫大家一定要Focus在他那450萬和公屋之外 經常都會提及他們現在的直播內容 就已經是越來越悶 除了講來講去都是那三幅屁之外 還不斷在翻炒一些舊的話題 例如他今天的直播又花了很多時間 講他們口中送情信給他的那位黃老師 然後又翻炒過往給他們多次提及的那位財商學員周文強 那開始版主其實一直都不明白 為什麼他們要不斷重複同一個話題 其實如果他們真的自稱有忠憤的話 不斷和忠憤講同一個話題的話 那些忠憤都應該會延悶 而今天的直播版主終於都知道答案了 因為他們兩個根本就是什麼知識都沒有 什麼常識都沒有 經常是什麼都不懂 所以根本他就不可以和大家聊劇本以外的事情 又或者自己拿一些話題出來聊 那為什麼版主會這樣說呢? 事關今天有所謂的黑粉辦中粉就進去留言 就和何伯討論他的兒子 即是俗稱何童 現在的讀書情況到底是怎樣 那些黑粉還叫何太 送何童去讀福建大學的條理農務系 何太竟然說叫兒子去考慮一下 而同時間他們竟然還在幻想著 到底自己發答後要做什麼 何太竟然大想到說要開銀行 大家沒聽錯是開銀行不是開銀行戶口 但很明顯他們連開銀行要做什麼 要有什麼資格都不清楚 現在何伯又為了討好何太 就不斷地在直播面前 好啊好啊好啊 是呀是呀是呀 基本上何太說什麼 他們都只會在附和 不知道是不是被何太家暴得多 現在開始變成公公 不斷在附和何太 而附和到最後 何伯竟然為了承傳何太這個銀行夢 竟然說開銀行的話 我們去詢問署問一下就可以了 到底何伯和何太要多無知 多麼無智慧 才可以說出這樣的說話呢? 版主搜集了資料之後 今天又再跟大家講解一下 在看這條影片之前 希望大家先留言之前 之後再給個like like完之後 如果覺得這條影片是ok的 就記得share給身邊的人看 而未訂閱的就記得訂閱一個支持一下 希望所有進來看這條影片的人 都做足這幾樣東西 麻煩大家 首先版主也是那句的 過往已經講解過 關於何伯和何太的事件 版主就不會由頭再說一次 以免大家會覺得版主拖長的東西來講 所以版主會在每條影片的描述那裏 放回以前舊片的連結 大家如果是第一次進來 又覺得版主的分析 ok 想聽以前的 但是呢 click 進去那些連結那裏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由頭再按一次 而如果你是想專門聽他們兩夫妻的事跡呢 那就可以直接看整個播放清單 簡單又方便 那首先呢 我們做youtube的人呢 經常都說做評論的時候呢 就千萬不要做標題檔的 那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標題檔的意思是說 你出一條影片或者一個直播 你的標題呢 是和你的內文不符 那最初大家都會以為呢 一定是做了很久的youtube的老手才會這樣做 因為懂得如何欺騙流量 吸引你們的注意嘛 那但是呢 版主今天就發現 原來何太呢 都是會做標題檔的 事關在今天 即9月15日上午的直播呢 何太的直播標題呢 就說我 馬雲先生創業之前 都是一位教師 教英文的老師 那當大家看到這個標題的時候 就會很主觀地認為 哇這次厲害啊 何太的直播竟然學人講馬雲啊 那就算不是真的好會講 都會想著 哇這條直播片那怎樣都會和馬雲可以扯得上關係啊 那但是呢 版主真的聽了兩個小時的全部直播啦 足足兩個小時的內容呢 基本上和馬雲有關係的句子 加起來十句都沒有 至於整個直播呢 一分鐘都沒有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除了做標題檔 可以吸引到人流之外呢 版主這次呢 其實就通過了他們的直播呢 留意到一樣東西 其實啊 何太和何太呢 根本就對這個世界很多東西都很陌生 說得好聽一點的呢 就是說啊 他們沒怎麼看過世面而已 難輕一點啦 就直接說他們兩個根本就是市井之徒 木不識丁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事關他們的直播呢 往往都會有些黑粉去留言的 那但是何太呢 當然就蠢不完啦 如果你用罵他的方式去留言的話呢 何太自己在直播呢 都說到明啦 就會拉黑你的 那還有呢 也都會把你的留言隱藏 之後呢 就等你繼續留言 但是他又看不到的哦 那你就幫他在那裡搭流量啦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這幫黑粉都聰明啦 說完一些表面上就是讚他 實質上呢 就真是名讚暗踩的說話 那就好像直播開始了 就有網友去詢問他兒子的情況 那事關版主做這條影片的時候呢 都曾經說過的了 何太就對自己的兒子呢 出奇地冷淡 當時呢 都有很多人認為呢 喂 何太的兒子呢 根本就不是何太自己親生的 那有機會呢 就是因為他吊亂身份的時候呢 就拿了人來的兒子 就霸住間公屋 那於是呢 在這幾次直播裡面呢 其實他兒子的去向呢 都是網民討論的熱點之一 那所以呢 就有黑粉就在那裡扮中粉 就走去關心他的兒子 就詢問一下他呢 你現在的兒子讀書讀成怎樣啊 打算去哪裡升學啊 那何太就不以為然 就跟這些黑粉討論起來 就說現在的兒子呢 嘿 不想上學啊 又不想讀書啊 都不知道怎麼辦啊 那於是呢 就有黑粉在那裡扮好人 就說竟然呢 就叫何太的兒子呢 就讀福建大學 還說福建大學裡面呢 有一科叫調理農務系 就很適合他的兒子去讀的 那麼就坦白說 如果你作為一個香港人 一個地道的本地人 你就沒有理由不知道呢 調理農務系 其實呢 就是一個粗口的鞋陰 福建大學就更加不用說是什麼意思啦 但是呢 何太面對著這些資訊呢 就完全不覺得有什麼問題的 還很積極地跟網民討論 還說 哦是呀 喂 讀農務好啊 適合我兒子讀啊 因為我兒子呢 喜歡吃齋吃菜啊 耕田啊 農務這些適合他啊 而整件事最有趣的是呢 喂 何太你都說作為一個新移民 喂 對這些本地的俗語不懂的話呢 勉強都可以叫做情有可原 但是何伯坐在旁邊呢 就聽了的哦 全程就不出聲 那麼就真心不知道呢 何伯是真的不知道啊 還是假裝不知道想善他老婆一鑊 不過這樣 在版主的個人角度呢 版主又相信 何伯就未必是想善何太的 而是呢 何伯就已經沒有氣了 那事關呢 最近的直播呢 何伯都被何太呢 就經常停止他 明明呢 有很多東西自己都想說的 何太就不讓他說了 那例如呢 何太喜歡收情緒那件事呢 何伯就竟然一點發言權都沒有 那所以呢 版主又覺得 其實現在的何伯 雖然呢 個人呢 就坐在鏡頭前 就陪何太做直播 但是其實呢 有很多東西呢 他已經開始都不想說 也都不敢說了 那當然啦 那這個呢 就只是版主的個人意見 也都真是有機會呢 可不可以都不知道 什麼是福建大學 什麼是條理路務系那些的 那當然啦 版主又覺得呢 我講到這裡的時候 就一定會有人認為 他們兩個呢 其實是真知的 只不過是假裝不知道而已 目的呢 就是假裝傻 希望你們去討論他 還有就進去笑他 那但是呢 當那些黑粉去笑他 那他們呢 就可以賺到流量了 那就等多些人呢 去關注他們兩個 那就是這樣 版主其實呢 不是太同意這個說法的 事關可怕和何太呢 在鏡頭前面 其實都是 以一個要面子的人的身份 去做直播的 那雖然他們是面皮口的啦 那但是對於一些黑粉 對他們的直接批評 甚至恥笑呢 其實某程度上都會看得出 他們是很僅僅於懷的 情況就好像上次版主說 何太的兒子的那一條影片 何太就在鏡頭前面 暴露了 其實呢 他原來他不知道自己的兒子 讀中幾的 那些網友呢 說他讀中七 他有附和說中七 那些網友甚至說中八 他也附和說中八 那甚至呢 又有些黑粉扮中粉 就說 何太的兒子 下個禮拜你要考試啦 他呢 竟然都全部信以為真 那但當整件事呢 被踢爆了之後呢 何太就不斷被恥笑了 那之後呢 何太其實呢 就在另一個直播那裡 都在生氣爆爆地做所謂的澄清 那一時又說自己呢 就被那些黑粉誤導了 又說呢 我只是讀他的留言 不是我的意思啊 那這樣 都看得出他是要面子的 所以 種種跡象就顯示 其實何太都是一個 界為黑粉怎麼恥笑他的人 那有些事呢 雖然就可能真的是劇情上的需要 就要在這裡假裝傻 假裝生氣 他不喜歡被人恥笑的情況呢 就應該是真的 就不是裝的 其實如果他們兩夫妻不想被人恥笑的話,他們都要有些實力 因為他們除了不知道什麼是福建大巷,不知什麼是條理龍武系之外 原來平常說句話,說一下自己的夢想都會吹到天花龍鳳,被人恥笑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們在直播的中後段落在原牆的時候,何太就不知貼了哪條筋 就無緣無故又說自己所謂的夢想 當然,好聽就叫夢想,不好聽就叫幻想 本來他一直都說自己是靠Youtube發達,又說起學校,又說教書,又說教人財商 但在剛剛直播,何太就不知貼了哪條筋,無緣無故就說要開銀行 大家沒聽錯,版主沒說錯,是開銀行,不是開銀行戶口 但當何太突然說完這些事情的時候,我相信版主在內 不管你是中粉也好,黑粉也好,就突然有些手足無粗 都不知說什麼好 但當聽到何太真的很認真地不斷研究 開銀行到底要什麼手足,要什麼條件的時候 大家就真的覺得他是很認真,而不是想搞笑的 但不論認真也好,還是搞笑也好,他們不認識就真的不認識了,就不是假裝的 因為當時他們提及到開銀行的程序的時候,何太就竟然說 是不是找一個銀行戶口就可以了 而何太就更有趣,竟然說叫何太去銀行的詢問署問一下就可以 他們就真是天真到,以為銀行的詢問署真的可以什麼都問 當然,聽到這裡的時候,也有些中粉就真的去問他 你是想說詢問署還是新聞署 何太就竟然很認真地說,我是真的說銀行的詢問署,不是政府的新聞署 你們不要聽錯 當何太說完,網友聽到的時候,就真是啞了 於是有網友搞笑地說,問你是不是想開銘通銀行 有些網友搞笑地問他,開紙紙譜,你都沒開得到 但當何太聽到銘通銀行,開紙紙譜,這些擺明是取笑他的說話的時候 他竟然都要認真起來,就跟網友說,其實開紙紙譜也不容易 都要有能力,有資金,要知道哪裏買貨才行 所以,基本上大家聽到他們這樣說話的時候,就可以很肯定地知道 他們之所以在直播裡面,不斷地重複重複又重複,說些大家聽完又聽的話題 其實就不是真的想重複,又或者想等播中,又或者想炒冷飯 而是他們兩個真的什麼都不懂 當說了一些能力範圍以外的話題,他們很明顯就會穿崩 所以他們才唯有可以做一件事,就是把同一個話題說到熟了之後 再重複在鏡頭面前說十次,說一百次 目的就是可以令到自己說的話題的時候 就可以像背稿一樣,把想說的東西都說出來 又不會讓大家覺得他是不懂,或者會說錯說漏的 所以當大家經常都以為,原來河太太很厲害,開直播這麼久 其實他們的直播越開得久,就越容易會暴露 他們根本自己什麼都不懂 就像今次的事件一樣 一說一些平時不是大家說的話題,就馬上穿崩 等他們平時還在牙刷刷 就說自己認識很多東西啊,認識很多朋友啊 朋友又可以解答到很多東西啊 但其實去到最後,他們不是認識很多東西之餘 就更加有趣的是,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原來真的不認識 經常都以為,對答到就可以很厲害 但實際上,根本的對答就是被人移笑大方 所以說到尾,河太就經常以為自己不斷開直播 喊到這段時間,就覺得自己很厲害 但其實河太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根本就一直在鏡頭前自暴其短 他就經常以為自己很受歡迎 但實際上,香港大部分的網民都當他們兩個 其實就只是一個笑柄 版主當然就不會說,所有支持他的人都是做妹 版主都相信,真心是要有人支持他的 但版主又覺得,真心覺得他們有學識有料到 值得支持的,說真的,會有多少個 相信大家心裡有數 所以,在版主的個人角度而言 其實版主又不是真的太介意,有人會去支持他 最重要就是那群支持他的人,要知道自己支持著一個什麼的人 你這個支持著的人,到底他是不是有真的本事 值得你們去支持 如果他們真的覺得這個人是值得支持的 其實版主都未必會理會他們 只不過,如果這群中粉知道自己支持的人 其實真的低能到這樣的程度的話 恐怕,你被人知道自己支持一個這樣的人的時候 自己都會被人笑一份吧 所以,版主也是那句的 到底,何太值不值得你這群中粉去支持呢? 自己考慮一下吧 好啦,版主今天的評論就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何太在今天直播中自暴期短呢? 大家信不信他真的會想著找哪裏是福建大學,什麼條理農務系呢? 而大家又猜一下,將來會不會真的在銀行那裏見到何太和何太去問一下 詢問署怎樣開銀行呢? 又或者大家覺得那些所謂的中粉是不是真的中粉呢? 而那些中粉如果真的支持他的話 到底看到他們這樣的樣子還會不會繼續支持呢? 不妨留言講下大家的看法吧 我們下條片再見,拜拜! 最後,如果大家覺得我是講得好的 不妨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吧